那來到台灣拍一拍,拍了十幾部 然後又轉回香港,香港拍那個少林寺 那我最後一部戲應該是少林寺 因為他在,當時在台灣 跟朋友都開一部那個,不開間的長年移植 長河公司,然後拍這部第一部的五位前 這部戲是我從少市,離開少市以後 第一部拍的戲 因為在少市裡面拍的戲就是 張哲導演,大導演 起碼就是有一點,他急把我了 就是有一點害怕他了 因為他講的就是好像表軍方面 一號表軍,一號表軍,二號表表軍,就OK 什麼都沒有,沒有講說 你應該怎麼演都沒有 那第一部,這部戲第一部出來的時候 就是五馬刀尾,他會教我演戲 怎麼演比較好一點 就是說動作方面啊,或者是走位方面啊 對不對,他都會跟我講好 那今天我跟他,大家好像是老兄弟一樣 演起來就比較順暢一點 對,對,對,對 那有時候就是比較,比較難湊膠啦 因為他用腳,我用拳,而且我個子比較高 他個子比較,打起來比較有一點便利 但是也不錯啦,大家多練習一下就打順順暢 因為打久了,大家都了解了就是比較順暢的 那他的腿真的是那麼漂亮嗎 哇,好厲害 還不錯,真的不錯 他是專念腳的部分 所以他比較,打起來很順暢的 那那個戲你拍久久,拍完這個戲 差不多兩個多月吧 對,對,對 那以前其實差不多都是各把月就拍完了 但是這部戲比較,比較講究一點 比較講究一點 那五馬導演他就比較講究 有時候套招,五十幾招 套五十幾招這樣打下去 但一般來講都是現在,尤其現在都兩三招 兩三招就夠了 其實這部不錯,這部 就,我以前這部不錯 張謙導演的話,就是那個,洪拳小姐不錯 劇情不錯,還有送禮,送禮幾間的感情 對,洪青百也找我派人 讚聲聲,找錢花 那錯失的機會 其實以前我離開哨市以後 加賀公司也找我簽約 那合約已經簽好了 要我們來簽字的影片 但是我並不見面 對,我覺得回去也是我沒想過了 對不對 因為現在在,那時候在台灣很多戲拍 一天要加好幾幾戲 一個月要拍部戲部戲 所以蠻不國人的就是 沒有,沒有,沒有加賀公司 那陸續續在台灣也很大 那一段時間是唱了 兩個兩個女生 一二十五年前 還有一十五年前 這場拍幾天你記不記得嗎 對,不要笑 不要那個什麼 四十幾年前 你看他不會超一圈 很容易 我們被他打掛了 打掛了 哦,好像被他打掛了 父親是軍人退休 退休了以後 也沒有什麼職業什麼的 一家小孩又多養的話 乾脆聽到朋友想說到那邊去 可以學一些東西或父母 我們說想不想去學啊 有沒有翻跟頭 啊,可以啊,可以啊 就這樣,就進了居校 你幾歲 我十歲進去的 那你會不會翻 基本的翻會 那,稍微難的 因為我從小的手骨不太好 對,手骨不太好 所以基本的空中翻滾 就是基本的 那時候我小時候唱戲 唱得喉嚨很好啊 我小時候都常常站在舞台中間 那,配角一大堆啊 我都常常唱球角啊 對啊,演戲的時候啊 那個平劇的時候 所以當然 當然,你武術方面不好的話 文的你可以站中間也是可以不錯的 我那個小時候到美國去表演啊 很多什麼 他們離開劇校我們就一直在演藝界嘛 在演藝界呢 現在就隨著代歌啊 對不對 我們以後 非常流行公布片 就是當初也是從香港上次過來的 那最早的是王雨 王雨到台灣來 哇,風光一時 延續下來差不多 也有個十年的風光啦 王雨是 我跟王雨也是非常久 他的熱性啊 比較 有的時候 拍戲的時候 一上鏡頭有 比較急躁一點 那如果你有的地方配合不好 對不對 配合不好 或者是 有些地方 反正就是跟他有搭配不好的話 他會更生氣 會真打 會真打 你有沒有被打過 我有被打過 但是我有跟他翻臉 對 有一次 幾個 幾個 他從房屋頂上 跳堂皇床上房屋頂 再從房屋頂跳下來 完了以後 那個動作變不好做 結果 落地以後 後面跟了一大堆武行 大概要打十幾個 他每一個招有記到 但是武行忘掉 所以他就NG了非常多遍 結果一而再再 NG之後 他真的翻臉 所以每一個 每一個下來 動作都是大實的 那拳拳到肉 非常痛 每個人都有被打 每一個人都有 甚至於 我記得我們那一批 我旁邊 那一些 跟他搭配我旁邊 第二天發通告 他們不來了 他們說是王羽的片 他們不來了 因為真的打到 打得非常 打得非常 就像打肚子來講 也是打得會嘔吐啊 對 他是 搭配不好 他會生氣 好 我以前那一部戲 因為也是太久了 後來我看了以後 慢慢慢慢 多多少少 找了一點印象 你在想說 哇 那時候都非常年輕 但是拍那部戲 我是因為 喔 彈道良 有的時候 因為他從韓國回來 從韓國回來 拍拳腳片 他的腳 勁道非常不夠 但是有的時候 他動作呢 還是收不住 也是有被他踢到的 而且他的拳腳 非常硬 他拳腳非常快 非常硬 打到的也非常地痛 真的真的 他是真的拳腳非常快 而且 而且 跆拳道 聽說他的跆拳道 在韓國拿到七段 還有他的弟弟 都在那個戲裡面 彈道宮 彈道宮 好像聽說 彈道宮 死掉了 死掉了 他們說 對 我也聽說彈道宮死掉了 彈道宮的個性很快 真的 都會很快 絕對 對啊 所以說 很暴躁 三毛也是重復性 真的 對 重復性死掉 台灣的三毛嘛 被死掉了 死掉了 他是喝酒 喝酒被人家拿羅奈把 羅奈把刺死了 刺得正好刺到太陽去 三毛 三毛是 台灣是我喜歡唱戲 但是問題當初 離開學校是 看著同學 大家都在外面賺錢 哇 心裡 心裡 正好一出來 跟他們一起賺的時候 哇 那麼好賺 就把演戲的東西 通通還給老師 其實現在回想起來 我還是喜歡唱戲 演戲咧 以後有機會 還是回去演一演 演一演就是說 像什麼 不是 再當職業是比較不可能 有時候 反正好玩好玩 出來演一演 碰到朋友 碰到朋友啊 叫我演啊 我可以演一演 還是 還是有的時候 會想回去演一演這樣 看著真覺得非常的過癮 因為 下面是 特技的表演 要 要 單掌 劈瓦 這個 十片瓦 劈的分碎 這是 在跆拳道 練習 這是最到家的一個工夫表演 觀眾跟他鼓掌 請觀眾打謝 下面是增加了十五塊 各位看 這麼高的磚 看看一掌 怎麼能夠把他 所有的瓦都劈斷 他現在用頭 放他用手 現在用頭了 頭頂下去 這真是鐵頭 也可以說是鋼頭 他運氣 用力 哈 也漂亮 十五塊瓦 一起做碎掉 這是很到家 而且表演完了還彬彬有禮 下面也是特技表演 有三個人疊落汗疊起來 另外一個人怎麼跳起來 把東西打掉 非常漂亮 也是一片瓦 在三個人疊落汗 他跳起來凌空 把這片瓦用腳尖把它剔碎 這是在跆拳道裡 可以說最高的功夫了 下面是一個人 能夠在同一個動作完成 把三個目標都能夠打雞板 先跳起來 轉好了位置 踢掉 第二個目標一轉身踢掉 下面再一轉身 把一片瓦 非常的漂亮 下面是南本的毀 混合隊 就是雙人的 雙對雙的 這個不單是要腳步抓得穩 而且要眼睛看得清楚 因為雙方的四個人 都是穿的衣不一樣 如果你打紅了眼的話 有的時候 會把自己的夥伴也會打到 這個雖然是在熱地的比賽 同時要保持頭腦的冷靜 整門的看清對方 不單要攻擊 而且要防備 讓方的這個小伙子在中間 弄個生動機器 功夫非常地倒架 而且每一招是非常的利弄 把他們出腿 然後轉身 做好了準備的功夫 然後攻擊對方 任何一招比賽不但要鬥力 鬥技術 要能看得出 而且還都知道 對方 還不敢 他現在都知道 嘿 嘿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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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